诗歌传统文化的城市 他认为成都历来就与诗歌有着特别的情缘 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诞生在蜀地 也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在蜀地写出伟大的诗篇 成都诗意的生活美学是其他很多城市很难具备的 建设诗歌之都也就有了社会基础 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国际诗歌州就是最好的印证 国际诗歌州吧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成都的一个国际文化品牌 那么对成都的这个对外宣传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就我所知这些诗人尤其是外国诗人很多 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来参加成都国际诗歌州之后 回去都写了大量的有关成都 有关四川的这样一些诗篇 记录了他们在成都在这个四川的这样一些感受 吉里玛加认为一座城市要在世界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 最终还是要看城市的魅力 也就是文化的魅力 比如意大利的罗马 法国的巴黎 还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都有鲜明的文化特点 与这些世界著名城市相比 诗一般的成都生活美学正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基础 盆都四川这个地方 它不断有新的文化的产生 对吧 这种继承和弘扬 就是给我们再创造新的文化 我想它是一个是注入了活力 第二来给了我们信心 也给了我们底细 本台全国两会特别报道组北京报道